一句话说啊 一个人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活得长短 而在于是否活得有价值 有些人呢活得很长久 可能也只是庸庸碌碌的过一生 有些人呢虽然活得很短暂 他有限的生命散发出的却是耀眼的光彩 我们今天要说的就是这样一个生命 吃妹子这个孩子叫丹丹 非常活泼可爱的一个小女孩 不过呢这是以前的丹丹了 就在去年1月份才刚满6岁的丹丹 已经变成了另外的样子 他躺在了病床上 一动也不能动 整个人都陷入了深度昏迷 生死被捕 丹丹这是怎么了呢 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只能说这一切来的是猝不及防 据丹丹妈妈说 事情发生在三天前 丹丹在客厅里头跳舞玩 玩着玩着 孩子突然就摔倒了 起初呢丹丹妈妈还以为是 孩子不小心摔倒了 可是过去一拉 坏了丹丹竟然是晕倒的 丹丹妈妈当时就吓坏了 赶紧把孩子送往了医院 这一检查不要紧 丹丹妈妈当场就崩溃了 医生初步诊断 丹丹之所以会晕倒 是因为她的脑部长了个肿瘤 叫脑胶质瘤 恶性的 最关键的是 这肿瘤长的位置非常特殊 正好位于脑干和脑垂体的正中间 就是在她的中枢神经附近 因为她那个肿瘤长的位置特别不好 她就与生命中枢特别近 所以她一旦是稍稍地长大一点点 她可能就直接地压迫到 这样管这个血压 呼吸 这些生命中枢 然后呢 她就会威胁生命 当拿到这个诊断结果的时候 单单一家人都惊呆了 他们根本就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孩子明明昨天还是好好的 一点预兆都没有 怎么摔一跤就有恶性肿瘤了呢 还这么严重 会不会是诊断错了呀 他们带着孩子一连去了好几家医院 可结果呢 丝毫没有改变 你当时这么有想法这么严重 你这 刚没有最多呀 那希望那病 保抑到我身上都好 是啊 变故来得太突然了 单单的父母根本就没法接受 孩子才六岁呀 怎么就得上这种病了呢 可是医生接下来的话呢 就更让他们感到绝望了 医生说单单的情况非常危急 随时可能引起心脏骤停 唯一的办法就是手术 可是手术的结果只有两种 一就是手术过程当中 单单坚持不住 根本就下不了手自财 二是手术完成了 孩子有可能变成植物人 可想而知 当听到这番话的时候 单单的父母简直是 撕心裂肺般的痛苦 也就是说 无论手术不手术 手术成不成功 孩子都不可能恢复健康了 摆在面前的 都是绝路 而也就在他们 无比焦急的时候 单单的病情呢 却恶化得非常快 也就在确试后的第三天 他的身体状况突然就急转直下 被紧急送往医院进行抢救 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并没有完全的预料到财 进展的就很快 因为虽然他 也知道他是一个恶性的种移动 而且我们也喜欢到的脑干 但是最开始打的时候 虽然是需要这些猪肌 这些普通肌 但是整体的生理体 就还算是可以接受的这种情况 他的龙虾比较高 脑基业的循环已经被打破了 病情变化很快 连医生都没有预料到 才三天时间 单单的病情就来得如此凶猛 而这突如其来的变化 更是让单单的父母 陷入到了巨大的恐慌当中 好在这次经过医生的权利抢救 孩子的情况倒是暂时稳定住了 但是他也彻底陷入了昏迷当中 而当时单单的爸爸妈妈 迫不及待的来到病床前 看望孩子 为了给女儿打气 单单爸爸特地还给孩子 带来了一样东西 单单你看 这是老师给你发的讲座 你看一眼 老师说你学习特别好 但是你还要努力 听见没有 单单爸爸想用讲座和老师的话 来鼓励单单 希望孩子能够振作 而让人不可思议的是 昏迷中的单单 似乎听到了爸爸说的话 他的眼久竟然流下了一滴眼泪 单单竟然流下了眼泪 说明在他的潜意识里头 一定是听到了爸爸的话 但是他没办法直接开口说话 只能用这种方式回应爸爸 而看到孩子的这滴眼泪 单单的爸爸妈妈心都碎了 他们真的希望女儿能够赶紧好起来 而为了挽救这个幼小的生命 医院也在积极的想办法 他们紧急联系了全国最具权威的儿童脑外科专家 会诊就约在第二天下午两点 而单单的病究竟有没有治疗办法 只有看第二天的会诊结果了 此时距离单单发病已经是第四天了 单单的爸爸妈妈日夜都守候的医院 已经几天都没合眼了 医院劝他们回去休息一下 等待第二天的会诊结果